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要正式请出我们今天的女嘉宾了 第一位女嘉宾 因为大家都看到我们今天是特别的仪式感 所以她今天也要通过一段短片 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就是努力一下 争取一下这个机会 他很细心也很体贴 是属于比较稳重的 腼腆的男生 好难取色 好难取 披着一袭薄薄的白色布衣 油丝身在烟中雾里 这是金融小说中 形容小龙女的语句 最吸引我的不是她的冰激玉姑 冷艳绝俗 也不是她的高超武艺 而是她可以为爱冲破世俗观念 相信爱情的那份执念 没有金钟罩铁布衫 却可以在我受欺负时 为我挺身而出的大侠 不论是谁 我只选那个符合我 心目中大侠风度的人 有请女嘉宾 小山重蝶金蜜灭 你都唱海冰淋 也唱avms碎 比泳泪余 傍海冰淋 录 اور佳录 桑云 uncertainty 音乐 却无尊 满 Had 畫面就相依 話說 一出來這個 文件不要 讓我有一點心動感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嘉宾一起来弹弹琴啊对游戏规则 请四位男嘉宾上台弹奏苍海一声笑 弹奏最优者获胜 这个曲子很简单 保证你们一分钟就学会 所以你们学的时候要认真 好啊 这个绿色的弦 擦 好啊 空空 你们谁先来 过儿你还好吧 我很ok 特别有那个意见 因为她本身散发出来的感觉 特别有那种古典的气息 谢谢姑姑 可以哦 哇 过儿谢谢姑姑 果然有默契 接下来是宝玉 琴棋俗话 样样精通 谢谢大家 宝玉你还自带广告语啊 好 接下来四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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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会我就看着她 然后待会儿细心教我 那个感觉很好 这个 还是适合你啊姑姑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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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太好了 刚刚就就这样自然的下去了 你觉得谁刚刚弹的比较好 过儿学功夫不错弹琴也不行 过儿 请问是因为角色之间的本身的牵连 还是真的他好 可能真的有角色方面的原因吧 就觉得过儿比较熟悉 好吧 好吧 那接下来 你再看看其他人 选择一下此刻心动和不心动的 好 好 上前 谁让你看不下去 就是会笑的 马上你来告诉我 好 看又笑了 首先是心动 嗯 嗯 我可可以 就是先不选心动 男神先 先就说不心动的吧 可以 这个是 顾米俊熙吗 是的 所以是他吗 对啊 啊 啊 为什么呢 我觉得小龙女在古墓里面应该是听不懂韩语的 接下来我们跟我短片来了解一下小龙女 我就是努力一下 争取一下这个机会 哈哈 我为什么 他很细心也很体贴 是属于比较稳重的 腼腆的男生 好难取色 对 柳子 不知道 为什么 akk 别人都是看喜剧爱言情 而我看历史爱武侠 与其说喜欢行侠仗义书见恩仇 不如说为爱出走的轰轰烈烈 更值得我欣赏 别人都是弹钢琴爱吉他 而我弹骨针扶骨琴 没有高山没有流水 柔柔浅笑发遍青阳 手指一拨如缓流的溪水 轻轻静静 享受沉浸在琴弦里这自由的世界 别人都是唱流行爱饶舌 而我独唱 爱武侠浮古琴 唱颂词的女生 不一定就是安安静静 唯唯诺诺的 作为老师 我也经常和学生打成一片 不分你我 无论怎样的我 只希望懂得欣赏我的人喜欢 我是李延龄 其实古琴本身我觉得学习 也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对对对 那当时选择学习的原因是什么呢 古琴它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嗯 就觉得学了这个东西 可能以后不会失业吧 因为学它的东西 人比较少 比较冷门 这个目的也蛮好的 好 我们来通过通文的信息了解一下 小龙女 江湖人家 每年不超过两次的相聚 却是一辈子 毕无音不全 请细韵丹田 知道很冷很冷的冷门之神 哇 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 假如说令狐冲啊 或者一个角色 你心目中男朋友那种感觉 像那种 比较放浪不羁的大侠 就是令狐冲啊 过儿 阳过啊 这种乔风啊 这种比较 比较能够保护你是吧 对对 九龙女应该很开心吧 因为她说的两个 一个是你现在在办的 另外一个是你心里想办的 我特别想问她一个问题 嗯 你喜欢看金庸还是黄毅的书 金庸 我也是 知道很多很冷门的知识 比如说 你知道北极熊的毛是什么颜色吗 说这个机会让给你 你不是让我问你吗 北极熊的毛应该是透明的 北极熊都是左撇子 真厉害 我都不知道她是左撇子 所以15号你是为了证明你比她更懂得一些冷门的知识 你再问一个她可能不知道的 是问一个不太文雅的 但是真的很冷 你知道 你知道猫的尿有什么特别的吗 猫的尿 小猫的尿尿 猫的尿啊 猫的尿 来 你来 她喝过她说 哈哈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好 那我告诉你哈 猫的尿 它其实是夜光的 哎呀 花无缺公子笑这么开心啊 但是这个时候突然笑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其实我也知道 鲨鱼 是全世界的生物里面唯一不会生病的生物 然后呢 冷啊 不觉得很冷吗 再讲一个 你知道龙虾的嘴巴是在哪里 好像真的没看到过她有嘴巴 在她的胃里 我都比你还冷吗 你觉得你五音不悬 但是我觉得你唱歌很好听 不是 我说的这个五音不全是这样的意思啊 很多学生啊 他们都会五音不全 比如说唱歌的话 就是调不太准找不到调嘛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而且非常简单 我来示范一下吧 从 到 到 到 等一下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然后就这样练 然后再练回来 Do Si La So Fa Mi Re Do 就算你再不准再不准再不准 你都会慢慢地变准 我试一下吧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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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La 那个倒回来不会教我吧 怎么可能不会 哎呀 我忘了 这是搭讪吧 对呀 这个 Do Si La So Fa Mi Re Do 我把我带跑了 你看看你 把人都带跑了 看到她的时候 然后看到她的眼睛 然后我就说 有点触电的感觉 好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情感故事 大家接下来聊 C 恋爱的最佳分数是五分 是看演员还是看脸员 女人都是福尔摩斯 D 向往父母的爱情 想找一个绝世好男人 好亲切啊 哎 姑姑你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 向往父母的爱情 我想理解一下你父母的爱情是 有什么到最后结婚前 然后到生出来的 反正我爸爸妈妈 他们是分居在两地了 我妈妈在广州 但我爸爸在越南 可是他们感情就一直很好 其实前面呢 我有一个江湖人家嘛这样子 然后你们都没有提到那一个 那是什么呢 就是我家里人其实都是 分布在五湖四海的 然后我昨天来 他们还给我录了视频 你们就可以看 那看一下好不好 他们那个哇来来来看一下 你是妹妹在湖南少养 祝你把你心意的那个她 赶快带回家吧 你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女神哦 加油 我点个赞 我是林林的弟弟 不能来参加劳静的现场录制 不过我在长沙会为您 敬 拜天 今天妈妈爱你 我的妈不要坐 希望你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继续一辈子 林林加油 爷爷宝贝 爸爸在越南没有妻子到现场了 为您加油 爸爸也希望你早日找到你的幸福 但是你的另一半必须是健康的 爱你的 同你的 是个善良的人 爸爸相信你 林林加油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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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我一家人研级都还蛮高的 所以老师是韩国的 对 就是还是因为那个原因嘛 我很怕自己失业嘛 然后我又去特地跟韩国老师求学了 就现在很流行的那种韩式扮永久装嘛 我去跟大家学了 然后他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就很好 你是有多怕失业呢 你现在的职业是 就是音乐老师 音乐老师这么不稳定吗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家人都是在四面八方 接下来继续 12号 终于到我了 我想请问一下 你想找一个爵士好男人的标准是什么 比较体贴呀 然后比较细心 看我这么感觉风一吹就倒的样子 肯定希望他能多保护我一点嘛 就多维护我一点啊 不需要他像个小娘们一样躲在我后面啊 那我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今天娘吗 12号终于问出了他暗藏心中已久的问题 刚开始要到前面选行动跟不行动吗 嗯 然后我就 看到你就笑了吗 你不要怪我 你看到笑的就是他啊 对 我记得你一直在埋藏心中 就觉得他像一个那种 穿着那种 高级睡衣的 欧洲那种 贵妇啦 烫着卷发的贵妇 我就被吓一跳 但是我没选他 我选杜米君 因为我怕我这样讲出来会打击到他哦 12号本来是想来求安抚的 没有想到又被戳了一刀 我能看得出你五官端正眉目清雄 他看得出你其实并不凉 谢谢 谢谢 真的谢谢 15号 刚才呢你爸特别说了就是 要你找一个健康的 爱你的 这个场上啊 唯一有一位不能找 因为他没有手 你爸也不会同意的 所以你别老解他了 知道吗 怕你啊 还有就是 你这个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 演员和脸员你更看重哪一个 就比如说你们男生啊 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在乎这种脸员吧 说是说演员 但一定也得这女孩就看起来比较舒服 才得有这个眼吧 才会去丢眼看她一下吧 那那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看一看 你给段子 你要我怎么说 演员还是脸员 我觉得你蛮有演员的 蛮有演员还是脸员 演员 你长得不行 十四号 你心里那一声音我们也是听得到的 你听得到我说话 对啊 麻烦把我话筒关了 恋爱就是5分 为什么 其实在恋爱里面啊 每个人只需要做5分 这样合起来的爱情才是10分满分 就一旦你做多了 那么对方就做得少了 不能说 其实感情说不能用分数来衡量的吧 但是人的感觉 他是会觉得有亲有众啊 比如说他在不在乎我 我在不在乎他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每个人就刚好5分就够了 你应该不要以小龙女的身份来 你应该以过境的第二个女儿的身份来 过上 对不对 为什么 过上 就因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 就弥补一个不完整的爱情 女人都是富尔摩斯 他们都没问 这个我来问吧 以你富尔摩斯的眼睛 你觉得现在在这里的15个人 哪一个有问题 我觉得8号啊 他看我的眼神就好奇怪 他现在怎么奇怪 你现在他心里在想什么 就是我现在问他 他肯定会撒反咯 不然你问他几个问题 对 你要问他什么 让他看看会不会诚实回答 就那个原来的问题哦 你觉得你看女生是看演员 还是看脸缘啊 看感觉 据我不观察 这是一个非常就是 我能两可的回答嘛 感觉什么样的感觉 漂亮的感觉 丑的感觉 还是可爱的感觉对不对 还是看脸 这种感觉是你无法比喻的 你也想得到 如果你了解的话 那你就是我 因为你不是我 好吧 我觉得我讲他讲不过来 我毕竟只是福尔摩斯 这个时候九号又举起了键 九号 一个古龙一个金庸 讲不过来的 古龙和金庸都是不同的 九号的意思是 你们比较能沟通 对 你们都是金庸派的 那个老师那是老师说的 不过我赞成 好好的鼓了这一句 不然又不知道怎么接了 好了可以了 接下来思密问答选择两位 孤儿 老姑姑 你不是被孤儿姑娘 砍掉的是右手吗 怎么今天又长出来了 还断了左手 就是长出来之后 左手又被砍掉 然后右手又长出来了 现在 好吧 孤儿你觉得姑姑 今天怎么样啊 特别漂亮 谢谢 谢谢 你说你很喜欢看金庸 那你怎么看小龙女 跟杨过的爱情啊 那16年的等待不记得了 那你怎么看 小龙女这个人呢 她接触的世界还很少 其实 如果不是跟杨过 待得久一些的话 她可能会喜欢上别人 那你觉得郭相好 还是小龙女好 我想 哎呀 她觉得郭相好 她又觉得你像郭相好 太微妙了 真的 最后呢 就是心动还没选 你现在有没有了 有了 心动 那个人是一直就存在 其实心动还是刚刚才有的 就是在刚刚可能说 我觉得她有在符合我那个绝世好男人的标准了 真的吗 哪些标准 哎呀秘秘啦 哦 好 完美告白 我爱展示 请做决 你也不想让人 都好 咱们 我好 都好 想要你 走 我好 落筋的感 我觉得我是他喜欢的类型 他是最喜欢的那类型 我的照片 过场这里 小龙女的 有请张过和蔡过来 小龙女的 虽然我不是过儿 但是我觉得我符合你 绝对是好男人的条件 因为我是事业 我可以保护你 我可以宠着你 可以照顾你一直好好的 你说你的家人 在五湖四海 意思就是说 也是在漂泊着 我也是一直在漂泊着 因为我在泰国 你爸爸说 找的人要健康 还有爱你 我很健康 我没有想过 要断手 然后你说你爸爸在越南 因为我在泰国 我去越南看你爸爸很近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看你爸爸 谢谢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你躺骨针 我被你迷到了 我被你迷到了 我不会 我也很会说话 但是我说都是真心话 你 嗯 我走了 我走 touch my heart 欣赏EL自 supplemental Touch my heart 唱 guitar んです التönest gloon 不会 komtん中给我 一点压力 不觉得 还是ok 的 看上去 不太健康的 孤兒 一上這個台之前 在那邊走過來的時候 然後看到你 我就覺得眼睛為之一亮 我就覺得 我終於看到我的孤兒了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像 《神雕俠侶》裡面演的 楊過跟 《小龍女》在 《絕情谷》裡面 那種愛情 其實我的經歷 會跟你滿相同的 我也是 十八九歲的時候一直在 國外漂泊 第一次在那邊待的 第一個過年 我跟我們家裡面的人 視訊那時候我特別難過 因為 無法表達的那種感受 因為第一次一個人出嫁 然後 就是想要 表達我對你的一個 愛意 我是 真的全心全意 想要把你從這邊帶走 當我的姑姑 我滿感受的 我能夠體會這種 那個倒回來不會教我嗎 都是 拉 送 把 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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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帶跑 姑姑你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 嚮往父母的愛情 我想理解一下你父母的愛情 你才沉 啊 啊 啊 留著茶男友 愿 對你開 我就是努力一下 爭取一下這個機會 哈哈 我不知道 她很細心也很體貼 這是屬於比較穩重的 勉腆的男生 好男曲色 i remember this one thing i n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so you gotta go easy on me i heard love is dangerous and once you fall you never get enough but the thought of you leaving 其实吧 你们俩刚给我的感觉 是真的很符合我的那个 绝世好男人 我其实也是个很不自信的人 然后今天听到你们两个就 这么支持我 我觉得很感动 但是我这个人 也是比较任性吧 因为我 第一感觉对了的话 我可能也会像小龙女一样 去等待那个人 尽管有可能等不到 所以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谢谢你们对我的喜欢 咱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啊 其实我那时候脑筋一片空白 我自己心里面是没有猜到的 很失落欸 因为我很喜欢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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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和你一起撑伞 漫步于衷 默默牵手走过 你却将山坡在风中 特别感动 我 我们完全不总绝 难以抗拒 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孤儿 那真正的孤儿是谁呢 就是在我说出来之前 需要布置一下 好 啦 那你现在要把你心中的孤儿请上来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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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亲爱 我感觉她是美丽的 很吸引 想起紧张 航天下 丁大侠 我喜欢的角色是乔峰 我也挺喜欢乔峰的 我刚刚有看到你嘴巴在抽搐欸 你是不是好紧张啊 那我唱首歌给你听吧 那你看一下不一样的小龙女好不好 好 你眼睛 你不回忆 给我一个吻 哦 可以 可以 绯闻也没关系 我一样感激你 绯闻也没关系 我依然感谢你 给我一个吻 我好 可以 cruelty 你 представ那你 那我 她是个朋友 我不动 但是我又唱完 大家 av 不兴趣 就是了 所以我觉得你 为什么 你觉得你 它任何 红果 但是刚刚好我今天布置的这个场面 就是他们在16年以后 就是见面的场面 想见那一刻 对 我想就请求你 跟我在这上面坐一下 可以吗 其实我怎么对小龙女感冒 因为我觉得她的世界 太单调 可能有些人觉得生活上一张白纸 就平平淡淡 过一辈子就好了 但是我想要像乔峰那样 去干一番事业 不想像杨国那样 一辈子都待在古墓 如果你是阿猪的话 可能很不错 但是你是小龙女 我找生你好几百年 我觉得我不能因为那时的感动 而冲动 就去牵他手 但是我相信你会找到你的杨过的 但是我依旧会陪你 做出钱 算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好朋友的开始 其实你根本在骗人啦 阿猪最后都被你自己打死了 没啦 我只是想说 以后嘛 找到自己心爱的人 就不要伤害他嘛 好好爱他 做他的爵士好男人 好的 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 那个 我只是蛮难过的 也很失落啊 让心痛 让心酸 用情为纪念 但你心中你爵士好男人 刚刚标准秘密了 对吧 现在你可以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爵士好男人 你心中的是什么吗 就刚刚 可能我多想了吧 就不是 孙克杰吗 他不是说什么 你感受不到的什么什么 然后9号就有出来说那个话我就觉得 就我今天都没有说我的可以跟不可以了 是 里面有一句就是说 你可以不会金钟照铁布山 但是你不可以在我受欺负的时候 不为我挺身而出 可能这样真的有点严重了 我真的不是在针对你的孙克姐 他那样并不是说明他不喜欢你 反而也许他心里喜欢的要命 也有可能 灵灵 精神相细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爵士好男人 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是 他必须能够陪在灵灵的身边 我觉得对你来说 父母亲的祝福 电话 视频 你们家人的情感 我一点不坏 但我相信你从小到现在 最渴望的就是 随时能够有家人在身边 能抱得到 能牵手牵得着 对 是吧 老师说得很对 其实这就是我的内心 谢谢老师 谢谢 月老 金庸武侠小说里 只有一个爵士好男人 是尤坦之 别人都认为他外形丑陋 他没用 他是个废物 但是他愿意为了一个人 练就武功无惧生死 所以希望你能找到一个 虽然别人看他都是不怎么样 他不管别人任何眼光 只为你一个人无惧生死的人 这样的人是绝对好男人的 谢谢老师 那个 说大侠有可能我会等你16年哦 哈哈哈哈 没了我还会回来的 好来掌声欢送 你千年的伤痛 只会求一个解脱 你能下的轮廓 指引我 黑夜中不停 加油 虽然你今天拒绝了我 但是 有可能下一次我会成为你的阿图哦 掌声有请下一位 女嘉宾 笑宴明眸为你 食指兰花为你 一席红衣为你 敢爱敢恨 敢做敢为 我是童蕊 戴着专属的蓝灵王入阵曲面具 只想为你跳一支舞 为你记下面具下真实的我 有请李嘉宾 有请李嘉宾 请李嘉宾 大家好 我叫童蕊 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大连女孩 我的爱情训言是 我不用你每件事都做得正确无误 不过你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选择了我 大家猜猜我今天办的是谁啊 各位来猜猜看 啊 我怎么觉得像五妹娘啊 不能像 那十四号你觉得她像什么呢 我觉得她像那个一个历史营物 对啊 一个女的 杨贵妃 很明显 杨贵妃 告诉大家一下 今天你 今天啊我办的就是热播剧《五妹娘》中的五妹娘 哎呀 哎呀 奇怪了 一说五妹娘 断玉转过来了 断公子转过来了 来 断王子 想听听大家对大的评价 听完以后就 现在就只有一个人还没有转了 小号扮演的是哪位大侠呀 敢问你这位大侠 你是从哪个朝代穿越过来的呀 令狐冲 嗯 还想看看令狐冲长什么样呢 好 谢谢 你现在要打开面具吗 哦 我想等一下 好 为什么呢 嗯 我一会儿呢 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呢 互动游戏之后呢 我会选择一位表现好的男嘉宾 帮我把面具接下来 这是福利是吧 对 可以的 那接下来 你想选哪几位互动 一号 一号 二号 宁采臣终于有机会了 三号 一二三 嗯 这位是 他是敌人节 嗯 是唐朝的大臣啊 那好 就请这位敌人节大臣到这里来吧 十四号你感兴趣吗 才华横溢 家财万贯 西门大官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蛮像的 对对对 还真是来十三 那西门庆有长这么黑吗 游戏规则 男嘉宾跟着所扮演的角色 随着音乐即兴表演 表演最好的 可以为女嘉宾摘下面具 这是宁采权 你看 女嘉宾 男嘉宾 你 真有点那意思哦 你不是沒有想 我說沒幾元 敵人節敵大人 世衛對 我會跳怎麼辦 想一想都我腦筋 剛才幾位男嘉賓都跳了呀 你為什麼要戴著面具跳 就是面具 這不是硬酒嗎 感覺戴著面具跳比較不會丟臉 是嗎 那你想戴著面具跳嗎 給我吧 那你就要戴著面具跳 你教我給我做 那你要戴著面具跳嗎 那好你幫我把面摘下來吧 其他各位 他就溜了呀 對呀 就大家都感覺沒什麼戲了 就都回去了是嗎 哦 漂亮漂亮 那面具給你了 那我們一起看他跳的好不好 好 好不錯 可以的可以的 加油 怎麼像在接雨呢 好了反正跳的也算不錯了 大家給鼓掌吧 好謝謝 謝謝 就這樣啊 你剛剛獨獨讓他來解決 其他人就自然的就流走了 沒有大家誤會了 是因為他少無賴 其他人都很配合我 所以我就沒辦法就 那有時候在情場上呢 男生有時候就得無賴一點 就一無賴呢 就多了很多跟女主角呢 相處的機會對吧 他又跟你學了舞 又幫你解了面具 就還戴了你戴過的面具 好了 接下來 再看看其他人 到底你的心意是怎樣的 一下子就能看出來了 看看心動跟不心感 首先是心動 等著 下來說 下来不行 ?", 我料你現在很不受傷 很不受傷 很好 為什麼 因為 這個穿越過來的人 比較神秘 而且呢 比較 叫 拽拽的 有吗 可能是我感觉到的吧 是不是因为他刚刚最后一个才转身 让你有了这样的感觉 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女嘉宾 我就是努力一下争取一下这个机会 哈哈我不知道 他很细细也很体贴 是属于比较稳重的 腼腆的男生 好难取舍 I've n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五百次还觉得不够完美 厚实一点 脸蛋应该比我有肉一点 半鬼脸应该比我更丑一点 他只要试试比我多一点点就好 当然 我会爱他更多一点 通文字兴起了解一下他 家里的温度比刚刚好要低一点 但是内心持续着换工作拉锯站 并被放鸽子会让自己脾气暴表 自定义是非典型严控 家里温度比刚刚好要低一点是多少 就是因为我是北方女孩嘛 所以说在我们家庭就很少去表达情感 然后大家说话也就是有什么事说什么事 比较表现感情的话是不会说的 没听懂吗 三号他说的稍微快了一点 递进的快了一点 就是从家里的温度 说到不仅是自然的温度 还说到人情的温度 对吧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 知道 谢谢 这个温度是打引号的 二号 我想问一下你说 被放鸽子会让自己的脾气暴表 那之前有试过什么 就是让你 暴表嘛 其实也有点夸张 反正就是会很生气 就有一次嘛 要和别人出去嘛 就是之前呢 家里有事 然后就把那些事都推掉了 但是到最后一刻 就是半个小时之前才给我打电话 说他的事取消了 让我觉得就挺失落的 毕竟也就是帮他准备好了 什么都安排好了 那你脾气最大 大到什么样子的 就会打电话去质问对方 你就假设打电话给他吧 二号就是那个 放鸽子 对啊 后来又这么不来的人 对 喂 不好意思 我今天这边 不要跟我说不好意思 实在是对不起了 因为真的朋友这边他生病了嘛 我要在医院住院了 那你觉得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吗 之前你想什么了 这是个意外 其实我也不想的 那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意外呢 其实这件事情我不是我也不想的啊 那假如说你朋友生病了 你在医院照顾他那你 好吧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其实你只是一个就是抒发一下自己的当时的脾气 但是你生活中脾气还是应该还不错的吧 就只是质问他 就只是质问他是吗 对 然后可能会如果是比较要好的朋友 就特别要好的那种朋友 可能会一两天不去理他 那如果你未来的男朋友是这样子 那怎么办 就是第一次我觉得 可以原谅是吧 可以原谅 但总是这样 我就觉得他好像没把我放在心上 不把我当回事 行 好 就是 你是说六号 对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你换工作的部分是什么意思 换工作呀 就是这个工作其实也挺累的 有一个教师 就是现在呢 新闻上和报纸上很多负面的消息 造成我们现在这个职业压力非常大 会让我感觉就是压力山大 所以说有关要想 但是最后还是觉得 这个行业会比较适合我 所以你不会换你的公主 对对 暂时不会有这样想法 那如果公主跟男朋友一样的情况 你觉得你的男朋友很多不好的地方 那你会跟公主一样 就是我是这样的 如果我接受这个人 同时呢我也会接受他的缺点 因为一个人他不会是完美的 他既有他的优点也会有缺点 在接受他同时的时候 我就要包容他所有的缺点 好 我来了解一下他的情感故事 一段电话爱情 让自己学会三分之二的爱情 没有结果 第 家是两个人的 钱自然也是两个人的 你说家是两个人的 钱自然是两个人的 那你对于掌控金钱的欲望 在家庭里边 你是要占主导权是吧 我觉得我没有非要说 钱非要放在谁那儿 因为我和你能走到婚姻殿堂 就说明两个人应该是互相信任的 所以说钱这个东西 大家都是自己保管就好的 但是你不知道吗 男人啊 钱一多就变了 如果是这样的男生 我觉得我不会跟他一起走 我觉得男的都是这样 当然我不是这样的 那你刚才说男的都是这样的 那你不是男人吗 这个说明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他不是男人 不是这样的 不是 因为我没钱的 我就不用去考虑会不会变坏 那你不能一辈子都没钱呢 万一有一天你有了一点积攒呢 那我会交给我妈了 不是 因为很多家庭关系里面 婆婆和媳妇的关系 是多少都有一点疙瘩 但是我觉得如果财政大权 掌握在老妈手里 她多少说话有一点威信 你不觉得这样可能会造成 婆媳之间的更大的矛盾的起点 因为我妈性格非常好 所以我不担心她去欺负别人 这么说你也要找一个性格 特别好的另一半呢 这个走着瞧吧 我也不知道 言下之意呢 咱们这个妩媚娘 是觉得这件事情 有些女生不能接受 对不对 你觉得未来你的交往对象 她可以把钱都交给妈妈管吗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 因为你成家了 你就说明你成熟了 你有这份担当 就不要再让你的父母为你操心了 是这样的 李嘉宾你好 因为我也是辽宁人 我是沈阳的 然后我们俩算老乡吧 然后我一直想问一个就是 如果一个男生身边异性朋友很多 你有什么看法 然后经常会联络 哎呦 四号就说的是你吗 不是这样吗 是的 是的 有异性朋友很正常 但不会是特别多的那种 一些人 不是四号你怎么会这么多异性朋友 对 因为我的工作吧 就是搞音乐的 身边会有很多漂亮的女歌手 然后包括一些演艺人员 工作原因可以亮起 对可以理解 嗯 哦这就是8号是不是睡着了 8号干什么是谁呀 花是 哦花无缺呀 做完就是去拯救江湖了吗 会很累吗 这什么意思 这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属于不敬女色的意思吗 还是 正好我回家 他在练功啊 不能打枪啊 是这样子 练功啊 练什么功啊 睡梦神功 嗯 我今天的表现也不是特别好 他可能也是 我觉得我不是他中立的类型 好 接下来私密问答选择两位 你觉得我今天这身行头和我的性格有什么输入吗 我觉得跟你一样很优雅 谢谢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 比较喜欢成熟的女生 除了成熟之外还有什么呢 嗯 比较不会传自己感情的女生 不会传 传 传 不是啊 就会很坦白 不会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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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 好 谢谢 你觉得我是什么样性格的女生 没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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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爱情当中 你是多愿意为别人付出一点 还是希望他多为你付出一点 我愿意为他多断也希望有回应 那对方的生日或者一些经验日你会记得吗 真的会 嗯 接下来之前有选择心动男生 选择了 现在要不要更改 嗯 我不想更改了 完美告白为爱转身 各位请做决定 我就是努力一下争取一下这个机会 哈哈 我不知道 他很细心也很体贴 是属于比较稳重的 勉腆的男生 好难取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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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危险 但你觉得你永远不够 但你觉得你离开 没关系 没关系 接下来是妹娘 也是我们瑞瑞你的时间 要不要继续购买 你看我发现你这旁边有一个屏风 对啊 就是一开始就放这样是特别 其实呢 这是我在告白时也准备要用到的 一开始就放上来了 嗯对啊 做了一个小小的悬念 那现在要开始吗 把他请上来 还是 还需要我们再做点准备 呃 我先请 两位男嘉宾上来麻烦一下吧 好可以 15号 李大人 15号 大人要上来 还有3号 我的市委 3号 3号 来来来 请两位把我的那个屏风 这样放着 好谢谢啊 请狄大人回去吧 谢谢狄大人 有劳了 嗯 室内先留下来吧 嗯 其实呢今天呢一来到现场呢 我就有留意到你 嗯 那一刻 小姬带我一点 嗯 有点 开心吧 你可以告诉我你今天办的是谁吗 雷梦 对啊 和我的衣服还很配啊 那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帅啊 你问我这个真不好意思回答你 没事啊 有就说了 有吧 所以躲在那边干嘛 一会你就知道我躲在那边干什么了 哎 你感觉拿争 杏规合 给你 哇 信不 服给你 那leased Ireland 心吗 什么样的心啊 是一颗很饱满的心对吗 噢 我写了一句话 一会呢请你打开他大声的读出来 可以吗 好 为什么不读啊 我喜欢你 我接受 他那时候有点熟了的感觉 觉得他出开 那走吧 寂寞痕 尽数花不尺 请真一些休闲 那走吧 来 是什么 成了 真的 这决定起创 最快的一次抉择 我也没有想到 不过人的一下 我觉得非常难忍 本来就是这样啊 想就没人走啊 我想就说我离开嘛 对不对 就是要这样固定 哪一刻哪一点 你已经决定了 要跟他走 其实 他刚上来的时候 就觉得 还不错 就是比如说他选心动男生的话 如果是别人的话 我转过来 我觉得丢人 丢人 没想到就是你 我觉得吧 神浩 如果今天你真的爱上你 就算他没有这个喜欢你 就算他没有这个喜欢你 再追过来抢过来啊 你不是做个护卫吗 护卫是得保护你孩儿 没事我相信 我的护卫以后会做得更好的 你好爱情人的打人场 真是好女儿 好了 那在这里再次掌声祝福 陈昊 蕊蕊 祝你们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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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卫好好扩顺美的祝福 我们的小学是 我 你 就让时间到这里 加油 祝福 要幸福 你去过夏尔了吧 没有 但我听说过 夏门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好了 好 让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下一位嘉宾 欢迎他 你听我解释吗 到底有什么好解释的 没没你认识 是啊认识的冰玉澡 所以呢 有什么问题啊 问题你们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啊 吃饭要牵着手吗 是他拉着我啊 肩膀要拖着头吗 是他自己靠过来的 那嘴巴也是他自己贴过来的吗 是 见了 我会在哪里 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 大家好 我叫洛西鬼鬼 今年二十五岁 一名客服 我的爱情宣言是 直愿军心 是我心 你对洛西这个角色有了解 你对洛西这个角色有了解 因为你其实来自台湾的洛西 因为我像洛西一样 对于感情 犹豫不决 悠楼寡断 所以希望今天来个了断是吧 今天能够给自己有一个决心 来到这里 这些人你都看到了吧 选择一下您现在比较心动的那一位 心动 我可以先选择不心动吗 可以啊 心动是暂时还没有 还是 让我再想一下 没问题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选择不心动 四号吧 王丁周元 哎呀 为什么就一下选择了四号呢 因为他是四眼镜机 我不喜欢戴眼镜的男生 哦 也真是 只有他戴了眼镜 好 四号 有什么需要辩驳的吗 我在等一个喜欢戴眼镜的人 哈哈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洛西的资料短片 我就是 努力一下 争取一下这个机会 哈哈 他很细心也很体贴 是属于比较稳重的 腼腆的男生 好难取色 我们下来看 我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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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我對她的所謂改過 漸漸變成了一種負擔 但沒有想到是我主動提的分手 話剛說出口就把她嚇了一大跳 或許她早已習慣了我的幽龍寡斷吧 我發現離開她之後 我會更靠近我自己 這是我最後一次翻看她的日子 放在別人身上的心思 不如留下來想想 怎麼讓自己過得更開心 做回真正勇敢堅強的自己 我不是她 然後太若喜奈何我見有臉 恍如自己 莫希 你剛剛就選了不心動 然後心動是因為 我要用另外一個方式請心動 什麼方式 拿上來 拿上來 你的心 怎麼拿啊 對啊 兩個人嗎 對 所以這兩個是你的心動 但你現在不太確認到底是哪一個 對 在之前看節目的時候 我有兩個比較喜歡的男嘉賓 所以我不想欺騙大家 就坦承告訴大家 我其實有兩個行動的 接下來我們文字欣喜來了解一下 鬼鬼 有若希的性格 但卻沒有她的超能力 來這裡有人生的第二目的 並沒有辦法一個人逛街吃飯看電影 為朋友可以秒變判斧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沒有辦法一個人逛街吃飯看電影 是因為你比較依賴對方嗎 嗯 你們可以一個人 單獨的去看電影跟吃飯嗎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 就是一個人出門去吃飯逛街看電影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出去的話 我有點孤單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你這一點跟我蠻像的 12號 請問你是喜歡女生 更依賴你一點呢 還是可以自己獨立活得很好呢 女生可以很獨立 但有時候她也可以很黏另外一半 偶爾有時候可能另外一半她比較忙 那她可以自己獨立更生 那我覺得這樣的女孩 我也蠻喜歡的 你說你來到這裡 有人生的第二個目的 可以說說幹嘛 因為我小時候跟姐姐吵架 吵的原因是因為 拿她電話講 通話費講超過三千多塊 可是一直以來都沒有跟她說道歉 然後我也覺得她一直對我很好 可是我怎麼可以這樣對她 我很想跟她講說對不起二姐 跟二姐是已經很久不說話了 對 大概有六年了 六年啊 就為了三千塊嗎 對 為什麼呀 你們沒有住在同一個屋子裡是嗎 有就是即使就算坐在同一個桌上 也都不講話 那你們這六年來 兩個人都沒有任何一個人想說 踏出這一步就沒事了 姐妹兩人吵架 不就第二天就沒事了嗎 就兩個都很愛好面子 就打不下臉 就是她是生氣你不還錢 還是生氣你當時那麼不懂事 打她那麼多錢 應該是不懂事 她其實不介意你還不還 對 那你得認真道歉 你剛剛這樣說一說 這算什麼道歉呢 二姐我會加倍還利息給你的 對不起我錯了 我下次一定會拉下面子 跟你主動道歉 跟你說話 這六年來真的很後悔 沒有跟你好好講話過 二號 我從小到大 我哥哥都覺得 我是第二個孩子嘛 然後 你受寵一點 不是 因為我爸爸媽媽比較疼我哥哥 然後他會就是會經常欺負我啊 我就會從小到大地又記這個仇 就覺得他從小到大 為什麼要一直欺負我這樣子 後來就一直都沒有 就很好的溝通 然後我們也在異地 通過這次 然後我今天回去 也會給他打個電話 就想說 希望以後能跟他好好相處 多多溝通 我們來了解一下 他的情感故事C 認為不花心的男人就是好男人 你希望可以化解愛之深 選之切 對可愛型的男生沒辦法抗拒 喜歡互相撒娇鬥嘴的感覺 談過七次戀愛 只記得一個人 哎 因為傷我很深 所以我記得那一段戀愛 所以你記得反而是最壞的一個人 嗯 對 認為不花心的男人就是好男人 但是你談過七次戀愛 你只記得一個人 你覺得你化心嗎 那請問你談過幾次戀愛 三次 三次 你騙了 我才不相信 搞不好你暧昧的也不只一個啊 不會了 你問我旁邊的人就知道了 你旁邊的人可信嗎 不是 最了解我的莫過於兄弟 對 我覺得就是 李傑斌 你說的非常對 不可信 這個兄弟靠不住 咱們聊你 你覺得你花心嗎 不花心 那談過七次只記得一個人 你覺得對他們公平嗎 蠻公平的 好 比如說今天你看上的那個人和你走了 會不會第二天 你突然忘記他是誰了 那不會啊 他只是不記得跟他過往情感經歷的人 他並不是他記性不好 你不記得的定義是什麼呀 就是忘記怎麼分手 忘記是男生先開口說分手還是 這個無所謂了 關鍵是他們的人的樣子還記得嗎 名字還記得嗎 名字記得嗎 記得 那 那行那行 那今天是正常的就好 所以你唯一記得的那個五年的痛苦的戀愛 在這裡面是受傷很多 對方很花心是嗎 對 他花心了多少次你還沒分啊 兩次 其他次我不記得 你抓到就兩次 嗯 但你抓到也不分 原本想要說分手 可是後來想說利用後面的兩年的時間 以為可以釋懷 可是但是沒有 所以蹉跎了五年才終於結束了這一段 所以你一開始影片說你終於學會了分手 對 懂了 你喜歡可愛型的男生 男朋友那麼可愛 那你能忍心跟他互相鬥嘴嗎 能忍心啊 當然是那種開玩笑的鬥嘴 增加一種情緒嘛 你覺得你能夠hold得住甜言蜜語的男生嗎 hold不太住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只能對我一個好而已 我可以容許他跟女生朋友有聯絡 可是我沒有辦法接受他對其他女生都對我比我還好這樣 2號 反正我知道你肯定覺得你是可愛型的 那你是不是可愛型當中的甜言蜜語型 就我還好 如果是剛認識的朋友 我會誇他 讓彼此之間的距離拉小 也沒有說就很 懂了 你是甜言蜜語的可愛型 對 他關鍵時出現就是說 對可愛的男生沒有辦法抗拒的時候 我心裡想 我終於出頭了 我想了解一下 希望可以化解愛之聲選之切這句話的意思是 因為我像洛西一樣 優柔寡斷猶豫不決 所以很難抉擇我喜歡的人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心動對象嗎 他有兩個 所以他確實覺得有點優柔 不知道選哪一個是吧 對 但我今天一定會給大家一個交代 好 接下來私密問答選擇兩位 你好 你敢冒險嗎 好 你敢記得說你記得幾段戀愛嗎 我 我都記得 謝謝 2號 你敢姐弟戀嗎 敢 你敢異地戀嗎 異國就不行 異地還可以 你敢愛敢恨嗎 算 你敢撒嬌嗎 如果遇到對的人的話 我會 2號 2號 異國就不行 異地 可以 那你這個異國的概念是指說 又比如說是在海外的中國人 可以嗎 留著中國的血統 可以 但是他如果連中文都說不好 怎麼辦 只有血統是中國的 這樣行嗎 目前還沒有遇到一個這樣的人 好 大概明白了 接下來就到你了 心動有兩個 那這個時候我就要問你說 你現在有沒有確定 到底哪一個 是你真的覺得會是心動 或者說這兩個其實都不是 2號 1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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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請2號上來 我覺得 很驚訝的吧 可能他認為我真的是可愛心的男生 之所以會請出2號 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確定 我究竟想向誰告白了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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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2號 1號 3號 1號 3號 2號 女生還漂亮 撒嬌 可愛 賣猛 你這樣一直應該很難過吧 我覺得這個不是我的錯 因為每個人他都有他自己的特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我會尊重別人的想法 但是我還是會開心的過我自己做我自己 2014年10月3號有個女生跟你表白 那時候我既開心又害怕 開心你被人喜歡 害怕你被人牽走 自從那次告白之後 我可以確定說 我對你就是真的喜歡 其實他很了解我 然後我其實是非常開心的心裡 因為我覺得我本身就是一個特別沒有自信的人 以前的我發現不了自己的閃光點 我覺得我自己不夠優秀自己 不夠好 但是我覺得 其實每個人 身上都 散發出他的特點 只是 缺少一個 發現他的人 今天 你對我說的這番話 我覺得 讓我真的很欣慰 就是終於有一個人 能夠 去發現我 跟別人不同的一面 其實我今天扮演的這個角色就是賈寶玉嘛 我跟賈寶玉其實還有滿多地方相似的 她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人 她心裡裝著只有一個人 她就是林黛玉 但是我有一點跟她不同的就是 林黛玉她非常多愁善感 而我喜歡的那個人 我希望那個 她是比較 活潑開朗的 像 像日葵一樣 就是 散發著 陽光 我 我覺得 你今天來到這個舞台上 我特別感謝你 可能 你 不是我想要找的那個她 你 一個人 靜靜關上 的 鬼 屬於的 灰 所以就很抱歉的跟你說的聲音 忽熱忽熱 忽熱 忽熱 難測住 既然要拒絕我的話 那我要跟另外一個行動男生告白 可以嗎 可以啊 尊重你的選擇 肥她的心吧 因為 畢竟來到這個舞台上 都是尊重女生的選擇嘛 要我幫你撕開嗎 把它撕出來了 好 好 我覺得 挺驚訝的吧 她之前就說有兩個心動男生 那我完全沒有想過說 另外一個版的也是我 你知道 為什麼會喜歡兩個人嗎 一個是擁有可愛的人 但是 我相信你絕對不是精緻於外表而已 你就像我的 幸運心一樣 我希望你 可以保護我一輩子 你敢跟我走嗎 你敢牽我手嗎 你敢牽我手嗎 你敢照顧我一輩子嗎 我我只有這麼多女感 都有那麼多女感 最為了擁自己最後一次集合 我就是努力一下 爭取一下这个机会 他很细心也很体贴 是属于比较稳重的 腼腆的男生 好难取色 你知道你是个很孝顺 然后那天上期节目的时候 我有看到 你跟妈妈说 我爱你 但是 你却像男子汉一样哭泣 我看了很心疼 我很想问你说 你跟妈妈到底怎么惹 我觉得你非常了解我 真的 我今年过年回去 跟家人团聚在一起 我非常开心 然后但是 过完年之后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出去 跟朋友聚会 然后我妈妈给我打个电话 她说 你看一下时间 现在几点了 你没代表吗 我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心里挺难受的 然后我就跟妈妈说 我说 我在跟朋友外面有点事情 聊一些 以后的人生规划 但是妈妈非常不理解我 她就说 都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不回来的话 那就不要进门算了 然后我当时很生气 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 过了几天 然后我就离开了 我家里 然后我就后来给妈妈打个电话 我就说 其实 妈 我只是想跟你说 现在你的孩子 我 已经长大了 我很多东西的话 可能 我需要自己去 解决 然后就跟她说 对不起 就今天 本来我不想说出来 但是我以前就觉得 我必须得把我自己的故事讲出来 然后让她去了解 然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你今天来 我真的是非常开心 我觉得 非常谢谢你 谢谢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然后我可以答应你其中的要求 牵你的手 但是 是离开这个舞台 然后也是给你勇气 然后希望你能够在未来的路上 遇见更好的她好吗 好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希望给你过朋友 来 大家掌声送给海鬼 祝福她 谢谢你 母歌比赛你自主流我 但是我没有后悔来到这个舞台上 很开心认识你 希望你能够幸福 虽然呢这个若曦选宝玉 但我倒觉得这个若曦的内心呢 挺有一点像黛玉 因为我觉得呢 其实林黛玉有两个很强烈的特质 一个是呢 其实还挺任性的 她其实呢 是想闹就闹 想翻脸就翻脸 我觉得呢 鬼鬼在最后呢 展现出来这个 你敢吗 你敢牵我的手吗 你敢跟我走吗 你敢照顾我一辈子吗 其实还蛮任性的 而另外一个林黛玉的特质就是呢 很多事她会欲结在心里都不说 或者是呢 明明这样想 却偏偏想那样说 最后她才能够弃欲 或者是流泪而亡 我觉得这是太让我心疼的一件事 我很担心鬼鬼呢 有的时候呢 是心思极其细腻 极其多愁善感 可以感受到非比的一切 但从一开始呢 她就说 我喜欢两个人 我难以决定 其实这也是一个为难自己的做法呀 有的时候 你怎么想 就那样说吧 你怎么想 就即刻去做吧 直接了当一点 有的时候爱情会顺利一点 对于鬼鬼来说呢 她就是缺乏一种执行力 本来可以立即去做到的事 比如缓解决钱 道歉 立即解决的问题 因为缺乏执行力 拖了好多年 本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可以非常坚决 总是在一个纠结当中 又是因为缺乏执行力 导致自己最后不知如何选择 其实很多人 都会缺乏这种执行力 那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 当你决定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只给自己20分钟 在这20分钟之内 想好第一步该做什么 第二步该做什么 第三步该做什么 再复杂的是 20分钟也能想明白 20分钟一到 立即去做第一步 这样你才能够 把你的执行力贯彻下去 在情感当中 不断找到提升自己的方法 有的时候也注意 大家对于事业方面的提升